我们能从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出什么 如果说清澈代表了心灵干净 浑浊是不是代表了十恶不赦呢 其实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曾有个少年背夸眼睛很单纯 如今也已经身陷淋雨 哗啦啦,我是萨比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 《迷一样的双眼》 本退休了 有了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 他准备把自己几十年的检察官生涯写成小说 可是怎么都开不了头 只在卡片上写下了 《我害怕》三个字 本害怕的是25年前的一桩奸杀案 案件发生在小镇上 现场躺着一具全身赤裸的女尸 死者名叫莉莉 23岁,非常年轻漂亮 是小镇上的中学教师 前不久刚和一位银行职员莫拉结了婚 家里摆放的照片 处处透露着小夫妻新婚叶尔的恩爱 但现在莉莉死状惨烈 生前遭受凌辱 死后还不能瞑目 即便是本这样 处理过无数命案的检察官 也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带着复杂的心情 本着手展开调查 可是不到两天 一个同事突然插手进来 说案件破了 凶手是两个外地的农民工 让本不要再管 事有蹊跷 本决定去探监 果然发现这两个工人是被驱打成招的 案发当天 他们甚至不在小镇上 本的愤怒值瞬间飙红 回去找那两个同事就是一顿锤 还威胁要向上级申诉 同事告诉本 高层不会为了两个低贱的工人小题大做 然后反过来威胁本的人身安全 这么一威胁反而激起了本的愤怒 他决定将案件一查到底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镇上 拜访莉莉的丈夫莫拉 在家里看到了两本莉莉的相册 本发现 有个男人经常在合影中出现 而且在每一张照片里 他的眼神都直勾勾地盯着莉莉 眼睛是会说话的 这人很可能有问题 幸好莫拉叫莉莉 在合影上写上对应的名字 这样不管过多久 都不会忘记大家是谁 一对照 发现那人叫哥麦 是莉莉的老乡 莫拉对本说 如果真凶被抓住了 他不支持判死刑 因为所谓死刑 只是注射毒液 甚至感受不到痛 这种解脱方式 未免太轻松了 他希望凶手被判无期徒刑 关起来度过毫无意义的一生 回到查案 有了嫌疑人目标 本开始到处找哥麦 他查到 哥麦不久前刚从老家来这里 在一处工地工作 没想到工头却说 哥麦有一周没露面了 甚至连工头欠他的薪水都没讨要 本又跑去哥麦租的公寓 公寓也说 他已经卷铺盖跑了路 线索到这里几乎中断 雪上加霜的事 上司觉得 本单凭眼神确认嫌疑人的土方法非常扯淡 说什么也不再给他发搜索令了 也就是说 他自己查案可以 但不能断用局里资源了 无奈 本只有叫上手下老八来帮忙 老八是个酒鬼 能多帮一份试一份 没了搜查令 只能用阴招 两人潜进了哥麦妈妈的屋子找线索 他们找到了一达哥麦写给妈妈的信 可是写有寄信地址的信封却被扔了 这时哥麦妈妈突然回来了 小狗冲着他们狂吹 把本他老八吓得落荒而逃 路上本自我安慰 还好没人看到他们的脸 只要信没拿走 这件事就不会闹打 讲完又发现老八没啥反应 这是什么猪队友 好事不干 尽会坑人 如果这事被哥麦察觉到 他肯定会有所警觉 到时就是泥牛入海 想都别想找到他了 但是已至此 他们只能继续研究那些信 信件有12封 共31页 里面有很多奇怪的人名 但是找不到任何线索 和哥麦住在哪里的信息 偏偏这时候 法官把两人召去约谈 因为他们私闯民宅偷信的事 被人举报了 身为检察官 不按流程办事 这必然少不了处罚 这时还是本的直系上司 艾琳出场 帮两人化解了这场危机 但是艾琳也下了死命令 让他俩别再闹腾了 结了案的案子 不需要再深究 话说这个艾琳是本的暗恋对象 名校毕业 家境优渥 年纪轻轻就做到了本的上司 却也让本深深感到自卑 喜欢了艾琳那么久 一直不敢表白 本的暗恋 艾琳心知肚明 也没有捅破这层纱窗纸 因为他在等本鼓起勇气的那天 时间过去了一年 这期间本还是没有跟艾琳表白 而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艾琳和一位门当户对的工程师订了婚 某天本在车站偶遇摩拉 他才知道这一年里 摩拉每天下班后 就在各个车站守着 期待着总有一天能抓到戈脉 这种坚守深深触动了本 他决定重新调查案件 本敲开了艾琳办公室的门 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讲 可能会惹他生气 但他决定拿出最大的勇气 艾琳看到本这么郑重其事 以为终于等来了这根木头的表白 兴奋地去关上办公室的门 这时老爸闯了进来 还说是本让他来的 艾琳意识到了不对劲 表白怎么还有第三者在场呢 于是又气鼓鼓地 把刚合上的门打开 本是来申请重新调查的 因为他看到莫拉眼睛里 有至高无上的爱情 恳请艾琳再给他一次查案的机会 尽管这起案子 艾琳已经签字结案 但他也被本的话感动 尤其是当他真挚地看着他的眼睛 艾琳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本非做不可的事 所以他答应了本的请求 莉莉奸杀案重新开始调查 老爸突然说自己灵感迸发 他思考了一下人的本质 人可以改变姓名 样貌 住址 宗教信仰 但很难改变自己的爱好 就凭这点 他发现了戈麦的踪迹 只见他拿出戈麦的12封信 里面那些奇怪的人名 其实是阿根廷职业足球员的名字 戈麦总是拿自己的心情 跟球员做类比 说明他是一个狂热的足球粉丝 去足球场上肯定能找到他 本和老爸开始守株待兔 一个月后果然在球场上蹲到了戈麦 双方你追我赶 戈麦甚至跑上了正在比赛的场地里 简直闹腾 最后还是警方一拥而上把他逮捕 人是抓到了 但他们连一点实际的证据都没有 不能因为戈麦看莉莉的眼神色眯眯的 就给他定罪吧 于是本决定和老爸演一场戏 骗出戈麦的口供 但是老爸这个酒鬼一向不靠谱 关键时刻又找不到他了 爱琳走进来根本说这事 过程中 戈麦一直偷瞄爱琳的胸部 爱琳发现后 不动声色翻开莉莉的尸检报告 一边指着照片里的莉莉 一边羞辱戈麦 践踏她作为男人的自尊 说她又矮又丑 根本不可能吸引到莉莉这种等级的美女 那么瘦 两只手臂像面条 不可能控制住莉莉 还说她小 莉莉下面的伤口很大 牙签警告 戈麦听到这里彻底湿了痣 裤子一脱 说你看看我是大还是小 莉莉就是被她奸杀的 戈麦主动认罪 法院的审判也下来了 本赶紧去车站和莫拉分享好消息 两个大男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 案件陡声变故 本接到了莫拉电话 提醒她看新闻报道 阿根廷的军政府领袖 正在乡下慰问 而戈麦居然人摸狗样的在旁边护卫 本和艾琳愤怒地找到负责案件的同事 同事却说 戈麦是军政府的线人 提供了不少叛军游击队的情报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不管道德如何 有能力就行 同事为了报备奏制仇 还故意在艾琳面前羞辱本 说她老丑穷 配不上艾琳 一个高中毕业生 想高攀哈佛硕士 简直就是癞哈马想吃天鹅肉 本无奈地拉着艾琳离开 他们还在电梯上偶遇了戈麦 戈麦故意把手枪上膛 以示威胁 真是小人得志 本找到了莫拉 说阿根廷现在局势动荡 她对肮脏的司法体系毫无办法 如果莫拉想报仇的话 就自己偷偷去杀了戈麦吧 莫拉笑了笑 觉得用子弹并不能解决问题 戈麦犯了罪不用服刑 而她杀人却要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她希望的是 戈麦说到无期徒刑 那样才公平 那天被同事羞辱后 本就一直躲着艾琳 可这天艾琳却主动找到了她 暗示她要勇敢地表白 而不是任凭心爱的人 和父母安排的对象结婚 女方都那么主动了 本自然也不想再那么胆小 她笑了笑 和艾琳约好晚上八点见面 给这场表白以最大的仪式感 可本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电话 酒吧说老爸喝多了在闹事 本赶紧把她接回自己家 又跑去她家替她向妻子求饶 好说歹说 妻子才肯同意让那个酒鬼回家睡 本高兴领命回家接人 可刚到家门口就发现不对劲 门开着锁被砸坏了 客厅和卧室里所有本的照片都被盖了起来 老爸全身是血 倒在了床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约会自然泡汤了 艾琳德之后 马上带着本飞奔火车站 说哥麦准备报复了 他们家背景深厚 没人敢伤他一根头发 但本不能留在这里了 得赶紧去其他地方避避难 临别之际 本想要亲一下艾琳 最后还是没有吻上去 列车徐徐驶出车站 艾琳意识到 这一次分离可能就是永别 内心的深情再也压抑不住 在月台上追着列车跑动起来 两人深情对视 手掌想紧紧地贴在一起 却始终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就好像两人美好的爱情 永远隔着一张薄薄的纸 小心翼翼地没有被捅破 时间来到现在 本的小说写到这里暂时停住了 他回到艾琳住的城市 布宜诺斯艾丽丝 把小说拿给他看 25年间 本在另一座城市 谈过几次恋爱 结过一次婚 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艾琳和某个工程师结了婚 还生了两个孩子 艾琳看完本写的小说 故作轻松地点评 本的小说不够真实 特别是男女主角 车站离别的那一段戏 本反问道 事实正是如此 不是吗 艾琳却说 本特别后悔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自欺欺人 骗自己这段感情已经结束 应该被遗忘 但又不停地反问自己 人怎么能空虚地度过一生呢 为了给小说写完结尾 本想知道摩拉和戈麦的近况 戈麦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本却在劳动局里 找到了摩拉住址变更的信息 顺着地址 本来到了一处荒郊野外 一栋建筑孤零零地立在中间 这里是莫拉选择度过余生的地方 见到本 莫拉有些意外 但还是热情地邀请本进屋坐坐 然后第一时间拉上了书房的窗帘 莫拉说 搬来这里是为了忘却往事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本却看到书房里 摆满了莉莉的照片 这哪是放下的样子 他问莫拉是否再昏过 莫拉摇了摇头 说自己的人生 在25年前就停滞了 莫拉看完本写的作品 说这只是一本回忆录 而不是小说 让本别继续写了 忘记这件事 迎接新的生活 本走到门口 说他永远忘不了 他终于弄明白了 当年老爸为什么而死 当年戈麦请了杀手暗杀自己 而老爸为了保护他 特地把家里所有照片盖了起来 然后承认他就是本 替朋友挡了枪 原来这世上除了自己 还有其他人惦记着莉莉的事 渴望抓到真凶 还因此而丧了命 莫拉有些感动 更有一种无以为爆的心情 他重新请本进来坐下 告诉他不必再找戈麦了 因为25年前 本圈他私自找戈麦报仇后 他就一直偷偷跟踪戈麦 最终找到机会打晕他 连开四枪解决了那个恶徒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 本也该走了 可是他隐隐觉得事情不对劲 想起莫拉曾说 执行死刑太便宜那个人渣 他怎么会让戈麦死得那么轻松呢 还有书房里那扇被拉起来的窗帘 莫拉到底在隐瞒什么 没有爱琳的日子 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而深爱丽丽的莫拉 真的放得下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了吗 本把车子开了回去 徒步穿过旷野 来到莫拉书房窗户正对面的地方 那里有一座低矮的小屋 本躲在一棵树后 直到天黑 他看到莫拉端着牛奶和面包走进小屋 于是悄悄跟了进去 看到里面竟然修建了一座简陋的监狱 然后他看到了真相 年老体衰的哥脉慢慢走出来 从地上拿起牛奶和面包 哥脉一转身也看到了本 吓得食物全洒在了地上 他步履盘山地走到山栏前 伸手想去摸一摸活人的脸 但最终放弃了 只是恳求本 原来莫拉并没有杀哥脉 而是把他单独囚禁在这里整整25年 期间甚至一句话都不和哥脉说 这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 本的小说终于写好了结尾 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 本用来写小说的是一台旧打字机 A这个箭坏了打不出来 所以他写完小说后 要亲手补上所有的字母A 做完这项工作 他拿起手边写着我害怕的卡片 也补上了一个A 变成了T-E-A-M-O 这个单词在西域里的意思是 我爱你 本再次来到爱琳的办公室 他克服了整整困扰了他几十年的恐惧 对爱琳说出了那句迟到了25年的表白 明一样的双眼是我们日常观影中不太会选择的电影 主演陌生 节奏缓慢 没有任何一处满足观众对爽感的要求 直到我打开评论区 才发现我的脸简直要被打肿了 10万人打初8.3的高分 没什么人讨论演员 镜头 剧本 节奏 反而都在根据电影里某个角度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这才是真正的牛逼大经典 电影展望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奖 实至名归 看的过程中 我发现电影一直用眼睛来作为人物的内核驱动力 仔细回想 本一开始查案的动机是什么 本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警探 一定知晓职场做事的圆滑之道 又是什么推动了他 在上集下如此大阻力的情况下 坚持查案呢 左思右想 我也只能猜测 是本在莉莉不能明目的眼睛里 看到了某些触及灵魂的东西 为什么本能够只是看了一眼合照 就断定了戈麦是凶手 为什么他已经放弃了案件一年 又在和莫拉双眼对视后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把戈麦抓捕归案 因为眼睛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欲望和决心 我猜导演也是想表达 这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对话 妄想用语言来转述 一定会变得苍白无力 只是可惜 本看了莉莉的眼睛 看了戈麦的眼睛 却忽略了艾琳的眼睛 她在女神面前自卑的不敢抬头 却没注意到 艾琳的眼睛里充满了爱与期许 哪怕她能稍微放下内心的不安 尝试和艾琳对视一眼 这段爱情也不至于要等上25年了吧 片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老八 她的人生态度正如她的双眼一样 懒惰而浑浊 而这种对人生的放弃 并不是因为她的无能 恰好是因为她看清了时局 看透了魔幻的乱世中 她个人的努力微乎其微 所以她会做些无用的对抗 比如讽刺法院热线电话是血库 战术指挥部和精子库 但绝大多数时间她都把自己麻醉在了酒精里 而也就是这样一个烂人 本选择了她作为最信任的伙伴 拨开她眼中的浑浊 看到她的心 而后来老八也用生命来回报了这份信任 最后不得不说说影片的大反转 莫拉对戈麦25年的囚禁 莫拉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要让戈麦和她一样 体会漫长空虚的无期徒刑 但当本看到戈麦的眼睛后发现 戈麦确实体会到了无期徒刑 却并不知道 其实莫拉也遭受了同样的 甚至更残酷的刑罚 换句话说 戈麦从头到尾 没有丝毫表现出对受害者的歉意 哪怕是25年后她遇到了人 第一反应是 能不能和自己说实话 缓解她的寂寞 其实这里衍生出了一个话题 到底什么样的刑罚 才足以让极恶之人忏悔 很明显 死刑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这个问题导演没有深究 而是比例清淡的落回了本身上 借本的顿悟得出 人的本性是不会改的 就像莫拉贯彻了复仇的决心 戈麦贯彻了恶 25年后再见 大家还是老样子 而本也无法再骗自己 她还爱着艾琳 所有的自卑恐惧都已被时间冲淡 剩下的只有爱 才有了电影结尾 名垂影史的浪漫表白 回到题目 迷一样的双眼 我们总说人心难测 所以双眼成名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害怕 我们才停止了对他人的探知 希望大家都能勇敢 不要辜负了有心人热切的双眼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咯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好 相信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